为什么佛像也好 金塔也好 为什么我们特意的还把这样一个小财富宝塔 拿去再镀金 就是真的上面是一层金 不是说你以为喷了一层油漆上面 它是真金的 为什么要真金 就是要借它这个频率 所有的金属元素都有一个频率 这个金为什么它珍贵 是它这个频率 对我们内在的环境的变化 特别对我们法报化三身 将来成就上面 特别报身成就上面 它是很重要的 大家看到的佛几乎都是金佛 在我们知道的阿弥陀经中 它用金砖铺地 宝树成行 祈宝池 所有的都是很珍贵的 为什么很珍贵 频率不一样 大家要参透了以后 我们这为什么用紫金洞 紫金洞 它在紫色的金光 放出的紫光 那么这个紫光透进去以后 它震荡你的肾 震荡你的整个先天系统 把你先天不足给你增旺了 这都是老子的居起实 不居起虚的 一个真实的 一个妙用 也就是说你有这个福报 你才能够用得起紫金洞 你有这个福报 你才用金庄的佛像 金庄的宝塔 不管大跟小 你也沾一点金气 沾一点金的金气神进入体内 来帮助你们完成法报化三身的变化 你这是得益生生 化身修炼法 化身修炼法 你这个神里面的能量量极够不够 所以祂跟你实在的自己生起的光 是实在的光 不是想象光 还有实在的金的含量 你是金佛 金的含量 那么你这个原神体也好 你的五脏身上它携带的量极 物质的量极 以前讲课给大家讲了 要在于物 是物 不是你的想象的 要记住这个实 要在于物 那么通过显态的物释放出的场 产生的光 你看这个金的东西 金碧辉煌 实际上你看是灯光照它金碧辉煌 灯光没有的时候它也是金碧辉煌 只不过是你看不到它的金光 只不过灯光一出来 白天一出来 你看到它有金光冒出来 实际上你晚上关了灯 没灯 它照样也是原本的有精英的透亮的光 从它里面向宇宙释发 向你的场中释发 所以你场中有没有这种东西 它就至关重要 你没有这种东西 它就缺这个东西 我当时在练金身 那是报身成就的那一段 练到原神成形 要获得永生 它不死 那要去找金 师父说你要去金矿练一练 要去找有黄金的地方练一练 说老实话 我在之前对这些什么黄金 对这些什么名贵金属 宝石 没什么说非得要去使用的 或者非得去买个金戒着 或者买个什么东西带一带的 没有这个概念 实际上后来师父提起来 他在跟我心灵沟通的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佛靠金庄是真的要黄金 是要真黄金 不是你想象的黄金 后来在那一盘 就入定了 大概半个多小时 整个过程经过半个多小时 再宁关自己的颅脑腔的圣神体 那全是黄金 那就借那个谈成 它谈成的那个黄金 佛菩萨刚好那个时候 佛菩萨也来加持 他把佛像上的金 释放出那个金的频率来 然后你又空性无我接受 然后自己全是纯金了 那个身体纯金 这才明白 佛像上要用金来香 那么我们的宝瓶这是藏密里面的一个 很殊胜的方便法 那么我让大家在家里供上一百多种药材 一样弄一点 一样弄一点 放在自己的坛城 佛堂下面 你会不会方便 不方便 有些药材风一吹 没了 有的蚂蚁给你叼跑了 所以在莲花生大师 他到了西藏以后 他就发明了这个宝瓶的方法 就是这些东西容易坏 对不对 我用东西把它封存起来 用蜡 他以前是用蜡 我们现在是用不透空气 不透水的胶 然后把它封了 封了它就密闭了 密闭了这些东西在这个密闭空间里 它就不进去氧气 它就不坏 不坏 它保存时间长 那么这个宝瓶里面都有什么呢 它有上百种中药材 它还有什么呢 它还有各种宝石 还有来自我们新加坡 我们大量的义工出去采回来的五方土 新加坡的南方 北方 东方 西方 中央 五方土 还有五方水 还有五方种子 还有五种红豆 黄豆 绿豆 各种豆 五谷类的 那么还有中国来自五岳的 泰山 华山 南岳恒山 北岳恒山 中岳松山 等于中央土 就是高层的那个土 那个珍贵的土 中南海的土跟别处的土不一样 它珍贵 因为它是中央领导机构所在的地方 那么这些东西都在这个宝瓶里面 所以是参加国装葬 为什么让大家去装一次葬 装一次葬 你知道 这个居起石不居起 真的这里面有这个东西 不是人家在宣传 而是真的都装进去了 同时又装了诸佛菩萨的心咒 中脉进去这个宝瓶 你看是一个宝瓶 有的人说 诸佛菩萨在画像上面 宝瓶上面印着一个绿度膜 还是白度膜 还是皇才神 还是什么 咱们现在是六种宝瓶 龙尊王佛 还有龙王宝瓶 龙王是菩萨 他们都是菩萨这个水平的 有的是佛 你看龙尊王佛 文书 这都是菩萨级别的 它那个里面有中脉 有心咒 大家知道量子纠缠 那里面有文书的心咒 就是文书的密码 所以你在提醒的时候 通过这个心咒 你在感应你的心力和这个宝瓶心力感应 然后砰 然后连通上了 它通过中脉一束光 到了宇宙一阵法界 一阵法界一放 然后文书菩萨也在无量光中 这个时候你通过这个中脉连通了无量光的一阵法界 文书菩萨就安住在这个宝瓶中央的心轮中视线 所以它不在那个瓶子外面视线 这个时候你有任何的起情 然后向文书菩萨齐情的时候 所愿悉令满足来自哪里 所以它拿什么来给你 你求财富增长 你这宝瓶里有宝石 所以它把宝石的那个化成量子 化成光 你供在宝瓶中的宝石 它化成量子 化成光 把这个灌注到你的身体里面 直能互换 你在这个上面你有这个能量的 有这个宝石的能量了 显态你就换出钱来了 说我家人生病 我提醒度母也好 文书菩萨也好 慈悲救度一下 你们知道中医师要抓药方 抓药方他要好几味药拼凑起来配个药方 文书菩萨把这个药方拼出来 到哪抓药 不用出去抓 你这宝瓶里都供上了 他在宝瓶里一样拿一点信息 量子出来 一拼一个药方 一谈 你要提醒文书保佑你的母亲 他一谈 谈到你母亲的这个脏腑里面 身体里面 这个光入进去了 信息在里面发挥作用了 你母亲的病就好了 所以一切的上供 一切的下施 一切的神通异能 实际上都在物质的真实的妙用上面去 不要说我供这么一个瓶子在那干什么 不就是个瓶子 实际上你大错特错 就是你供这些文书菩萨要他干什么 文书菩萨他不要你这堆东西 在他那没用 但是你的亲人有用 你有用 我刚才说 让你家里每天供上百种草药 你怎么去玩这个东西 你家里又那么小 没地方 但是我们这个宝瓶里都是这些东西 上百种草药 大家装的时候都知道了 都装进去了 什么海马 人参 这些各种各样的草药 装了多少 上百种 我们中国大圆满团辛苦他们到处 天台还没采购 怎么特意的 我们又找这些朋友给运回来的 很多草药是运不进来 都运进来了 都装进去了 他的殊胜 多么殊胜 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坛成 你花多少钱 你天天买上百种草药 你供一年 你要花多少钱你自己去算 因为有些它就被虫子蛀了 干枯了 供一段时间不能用 你必须换新的呀 换新的你不得又去买一遍 你供一年 供两年 供三年 你这个要花多少钱 供啊 这个上供这个部分 你这个先买一个宝瓶 这个宝瓶里面 什么都永恒的 因为风存在里面了 它不烂了 所以说 这个东西值多少钱 没办法说了 你这个看一个中医 看一个西医 这个病值多少钱 有的人在那哗啦哗啦打小算盘 这个值多少钱 不就一个瓶子 不就是里面是土 又是草药 又什么 这成本才多少钱 你这个太算计了 它如果论组合起来的 它的价值 那是无量的一个价值 就是没有价值的 你不能算出 它可能值十万 值百万 当你用来救命 用来消灾的时候 救你一命 你多少钱能买一命 你告诉我 你花十万 花一百万 你能买一条命 这个人要死 你现在花一百万能买他不死 你有灾难 银行 法院判你 最后你要赔五十万 赔一百万 结果消灾度母一共赏 赔个一两千 三五千 了账 那你这省的钱是不是都是赚的 你原来要花十万 二十万了 你现在花个五万 六万 那中间省的这个钱是不是你赚的 那你凭什么你赚到这个钱了 你没想到消灾度母的力量 弹成它发挥作用了 我们为什么这辈子可以一生成就 有紫禁洞给你用 紫气洞来 填补你的先天不足 填补你体内的肾的能量 乃至到最后建一字蓝天 你修到最后建一字蓝天 建雨空色 都要这个紫禁洞里面射出了紫光 在你的黄庭那个地方发生变化 这是我们这辈子人的福报 因为在古代的话 这个紫禁洞来自南美 就是美国南部的巴西 乌拉圭那一带 我们中原大陆也好 新加坡都没这种矿 所以这一世我们有福报 可以把它开采出来 然后用远洋轮船可以运到这边来 然后你可以去利用它 所以我们修行人利用这些东西不是摆着好看 很多人拿着是在家里装潢 我们是用这个物 里面的这个物 这个能量 这个量子 这个光 来完成这一生的成就不坏金身 成就自己的紫禁磨身 又要有金 又要有紫 这不是紫禁磨身吗 11.00 转换 12.12.20 汤 12.2021 哀 15.11 1.11 7.11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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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